好歌喉藏在民間光風地區農會 今天第一次嘗試舉辦 第一屆家政班新汪杯歌唱大賽 家政班一呼百諾 二十位班員姐妹們報名角逐 透過鏡頭來看現場精彩的表演 每個家政班熱情對呼 為代表班上上台歌唱比賽的班員加油打氣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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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第一屆嘉证班新光杯歌唱大赛 今年在农会超市二楼大型会议室登场 除了高规格灯光音响以及舞台设计布置 每位选手不论道具服装还是选歌也都有备而来 现见嘉证班对农会活动的重视 竞赛气氛精彩热烈 由于每位歌手实力相当 完整度也很一致 也令专业评审经验直呼高手藏于民间 评选给分也陷入两难伤透脑筋 最终分别评选出了季军三位 亚军两位以及一位冠军歌王 也认识很多不同语言的曲子 我觉得就算英文台语日语跟国语 最重要就是要说故事 你要不管有没有听得懂这语言 你能认识到他里面表达情绪和故事的内容 我觉得这就是让人引人入社有共鸣的地方 对跟服装 对我觉得刚刚有几位的服装跟歌曲都有 对都有很很密切 对关系到那个歌曲的服装 觉得大家他的服装都很厉害 已经在台上特别 今天又有灯光又有汽球了 但是大家今天真的是太紧张了 今天只要你有settle 就有特别的settle 有特别的settle 跟平常长得不一样的 我就会给人高分 这个因为就是这个可以看到大家对舞台的认真 平日喜爱歌唱的家政班员们 虽然第一次登台比赛有些紧张 然而在班员们热情支持鼓励下都能尽情发挥 透过歌唱比赛 团康娱乐 拉近班与班之间的情谊 成为了今天的最大赢家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